逆境同行守护心灵 四月六日 祷告日志 我们在逆境中同行 愿神帮助我们突破障碍 在此时此刻实践神指民的使命 诗篇第二十篇 愿耶和华在你患难的日子应云你 愿雅各的神的命保护你 愿他从圣所救助你 从石安经固你 纪念你的一切祭物 阅纳你的凡祭 将你心所愿的慈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愁酸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性 要奉我们神的命树起升旗 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救护他的受高者 从他神圣的天上应允他 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耶和华 我们神的命 他们都屈膝扑倒 我们却起来 坚立不移 耶和华求你拯救 我们呼求的时候 愿黄英云我们 有两点我们可以一同思考 我们被困在患难中 而不敢奉神的名侍奉吗 我们愿意承担使命的时候 神如何去帮助我们呢 我们被困在患难的日子的时候 眼目滑去只会看着一些苦难 民间的疾苦 和世界的悲情 但我们当转眼仰望恩主 向他祈求 相信他已经随听我们的祷告 已经看到我们的苦情 已经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 因此 我们不需要疑惑 以至我们不会失去信心 去靠自己 我们都不会丧胆 以至我们以至消沉而做逃兵 神的命压很靠得住 祂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靠着祂 能够继续实践使命 我们继续为三件事祈祷 求主使用本国推出的防疫措施 能够控制疫情 政府推出援助社会和经济的政策 能够有效 求主帮助全家在同一屋 禅下防疫的时候 纵使有张力 都能够一家和谐共处 享受天能 求主帮助我们 眼目不要注目在困难上 而是放眼在神的国度 此时此刻 我们起来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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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